我們會示範三種通訊方式 那這個上次應該有請各位自己看過 不過我們沒有示範 那我們今天就來示範一下 那第一種通訊方式呢是採用 表單的方式 在瀏覽器跟 跟伺服器之間 如果你使用 在HTML裡面使用FORM這個東西 那FORM裡面有一堆可以填的資料 那這時候如果你最後呢 你放一個叫做Submit的按鈕 那這個Submit按鈕被按下去的時候 他就會 把整個FORM裡面所有填的欄位 通通都一起包起來 丟到你Action所指的那一個 路徑上面 OK 那這個範例其實我們之前曾經執行過 那而且 因為我現在已經 把Core更新到2.0版 所以呢 我們 新的範例有採用Async和Weight的語法 那這個上次如果你有去執行我們 Low2Core的第七課 第七課的 Block這個範例 應該就會看到 他這種方式的做法 那我們再示範一次 那在這裡 我的 Row2Core這個專案已經下載下來了 那我們就直接切進去 那我們切到第七課 Block這個範例 然後呢 我們NodeApp.js 我們NodeApp.js 這時候呢 他已經 启動在Localhost 3000 所以我們就 去看一下 這一個 Localhost 3000 那你會看到 在這個連結上面 你按下去之後 他會說 Create Post 這單純只是個連結 但是他會進到一個新的頁 這個新的頁裡面 這些 可以填的欄位 這就是FORM 裡面的表單欄位 那當你在這邊 打 一個 文件進去的時候 按下Create 這裡其實他就會 送出到後端 我們可以看他的原始碼 這個原始碼其實因為他有採用那個 SWIG這個樣板引擎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 他其實已經 引用了一些 基本的樣式 但是他這整個裡面 重點在這裡 這一小塊 這個有點 沒辦法拉到 最上面 這已經到最下面 你可以看到 OK 往上拉一點 你可以看到 他這裡有FORM 然後這Action是POST 所以當你按下這個Submit按鈕 Submit按鈕也就是Create 這個按鈕的時候 Create這個按鈕的時候 他就會把這個資料 送到伺服端的 送到伺服端的 而且路徑他會是POST 那這時候 他的程式碼是怎麼做的 我們 稍微看一下程式碼 已經在這裡 你看一下他伺服端的程式碼 他說 他說 如果 如果 路徑是POST 而且 方法是POST 的話呢 他就會叫 Create Create的時候他做什麼呢 Create的時候他會取得 對方送來的BODY OK 然後呢 把 把 這一個 送來的 這個內容呢 直接 加到POST 這個陣列裡面 加到POST這個陣列 用Push 就會加進去 那最後記住他的代號 好 好 那另外呢 再為他加一個日期 和ID OK 好 所以 當我這樣子 按下去的時候 然後 這個有點太大 當我這樣子按下去的時候呢 他回去 他已經送完了 送完資料都存起來了 然後呢 回去的時候又會回到根目錄去列所有的訊息 列所有訊息 那這時候你再去點 他就會顯示 那個訊息的真正內容 所以這裡 他之所以可以這樣子運作 是因為他使用了FORM的通訊方式 表單的通訊方式 透過Submit這種按鈕 把前端的資訊送給後端 後端接到訊息之後 把它存起來 OK 好 這是第一種 通訊方式 算是最 最 傳統的通訊方式 那這種通訊方式 從 有Wave開始 大概在 1996 1997年有了JavaScript之後 就已經開始採用 這種通訊方式 其實在還沒有JavaScript之前 就已經開始採用這種通訊方式 因為那時候 那時候用表單的方式 但是你會用 Pearl之類的那種東西 或者是 ASP 之類的那種東西 去接 PHP 那時候JavaScript 還沒出現 這個通訊方式 那 這種通訊方式很典型 但是它的問題是 你稍微看一下我們剛剛的那一個做法 當你在按下去的時候 當你按下去的時候 它這個網址會換 網址會換 仔細看一下 它每次都換網址 對不對 代表說它每次都是一個新的網頁給你 所以你如果去看原始碼 那個網頁原始碼是都不一樣的 那這與其說是一種缺點 其實是一種優點 為什麼 因為它每次網址都壞 那搜尋引擎來搜的時候 不同的網址 它就可以搜到不同的內容 於是搜尋引擎可以記住它完整的內容 那 所以如果你做的是像維基百科 之類這樣的一個平台 那你應該會希望Google可以搜到你 如果Google不能搜到維基百科 那維基百科可能 閱讀人數就會變得很少 OK 所以當你做的是一種希望能讓人家搜尋到的 網站的時候 那你採用這種方式 就很自然的 它可以搜尋得到 沒有問題 OK 那所以這是 這種方式的好處 但是 這種方式的缺點是什麼 這種方式的缺點就是每次都換頁 如果 如果你的網頁越寫越大越寫越大 你每次都換頁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每次都重新載入 那 可能會 讓你覺得 有點慢 那它對伺服器的壓力也會加大 因為它每次重新載 因為它每次重新載都一定要送回伺服器再重載 那所以有優點一定有缺點 那這是它的缺點 就是 當你網頁越來越大的時候 你 你的 伺服器壓力就會比較大 然後 然後 每次重新載入 會 是一個 比較慢的方法 但是 這種 方式 後來眼鏡 眼鏡之後 就有所謂的 Agius 這種東西出來 Agius 這種東西出來之後呢 他們就 開始給了一個新的名詞 叫做 Web 2.0 所以 意思就是傳統的表單是Web 1.0 然後呢 Agius 這種 方式出來之後呢 他們稱這個東西叫Web 2.0的核心技術 那Agius 其實它的名稱是 有點奇怪的 Asynchronous JavaScript and XML 非同步的JavaScript和SML技術 其實 這個東西跟SML沒什麼關係 但是 當初給的名字就是這樣 他其實只是說我 透過 透過JavaScript 把一些訊息送給後端 然後 在不更新網頁的情況之下 就可以從後端再直接 抓一些訊息回來 那 這種 這種方式你的網頁不會 不會換頁 就不會更新 那不會更新的話呢 你就不用重展 那你就可以一直在維持在這個網頁裡面 繼續 繼續操作 OK 那 這種方式 出現之後 後來因為 因為 瀏覽器的版本 一直是個問題 你知道現在瀏覽器 我們現在用的這個是 Clone 但是呢 其實 Mac 預設的是 Safari 然後呢 又有火壺 更麻煩 最麻煩的就是 IE IE總是喜歡搞一些跟人家不一樣的東西 那所以 到最後瀏覽器的版本破裂其實對 JavaScript產生很大的問題 就是 你會發現 我寫的JavaScript總是只能夠在 某些瀏覽器上面跑 在另外一些瀏覽器上面就會出問題 OK 那所以後來為了 處理像這樣子的 的狀況 那其實就有很多的 瀏覽器的 的 韓式庫出現 前端韓式庫出現 那 前端韓式庫最常被使用的一個 典型的前端韓式庫叫 JQuery 那JQuery 他 有一些 不錯的特色 那 你會看到 有一些網站裡面 程式碼裡面有前字號 有前字號點什麼這種東西的話 通常就是JQuery 那你會覺得很奇怪為什麼叫前 前字號到底是個什麼東西 其實前字號就像 就只是個名字 就好像 Agex 為什麼叫Agex 那你也可以叫前字號Agex Aj前字號 Ax 都可以的 因為前字號是一個合法的變數名稱 的字元 所以 你不要看到前字號就覺得好奇怪 他們就是 就是故意不想跟別人充碼 所以搞個前字號出來 沒什麼 因為它是一個合法的變數名稱 所以當你引用了 這個 JQuery之後 那 你就會使用前字號代表 JQuery這個函式 然後 就去呼叫裡面的函數 那所以 像 使用JQuery 那你就只要呼叫Agex 然後把這些參數傳給他 然後在成功的時候 他就會 回呼這個函數 好 那這是 JQuery的 版本的做法 那 JQuery其實會出現 其實有很多框架會出現 不只JQuery 像EST JS 這些 其實他都是為了解決 瀏覽器破碎的問題 如果大家瀏覽器其實都同意了 其實 其實需要這麼大的函式庫嗎 也不一定 可是因為 瀏覽器破碎 所以 之前用 JQuery 可是 現在因為瀏覽器 逐漸的 更新 之後 破碎的問題其實已經 降低了 OK 那對於非常新的語法 大家資源度是不同 但是對於Agex這種已經算是非常老的 語法而言 大家已經都同意了 那所以是不是還一定要用 JQuery 就 就 不一定 那目前 我之前是有 都有用JQuery 而且我之前用JQuery在搭boostrap 這個樣板 可是現在我已經不用JQuery 我直接採用原生的 JavaScript的函數 然後 我搭 Pure CSS 待會兒我們會給各位看一個 我寫的專案 那如果你今天不想用JQuery 你想用原生的JavaScript 瀏覽器裡面 預設的JavaScript的API 你要怎麼做呢 要像這樣做 那 這種做法 就是原生的 那原生的其實很難講 因為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 特定的名詞用來形容什麼叫 原生的JavaScript的API 所以呢 就有人給他 開玩笑取了一個名字 叫做 Vanilla.js Vanilla 我給各位看一下 Vanilla 被戲稱為Vanilla.js Vanilla.js 其實 他是一個 就是原生的 JavaScript函數庫 那 這個人很奇妙 他就是 就是 為了要告訴人家說 你可以不使用JQuery 這種函數庫 因為JQuery太多人用了 那最後他告訴人家 你可以不使用JQuery這種函數庫 那 為了 怎麼告訴人家 他說那你改使用我的Vanilla 那他說Vanilla是全世界最小的男士庫 為什麼他最小 因為 他的大小是零 也就是 他根本就 沒有東西 所以他就創造了一個叫Vanilla.js的檔案 裡面是空的 然後叫人家去引用 事實上你根本不用引用就可以用 因為他是原生的嘛 幹嘛要引用呢 所以 當你使用Vanilla的時候 你會使用像這樣去取 取得節點 但是呢 如果你使用JQuery 你會使用這樣去取得節點 那 比較 明顯的差別就是 Vanilla的寫法 他的長度通常比較長 OK 就只是長度比較長 但是他不用引用任何韓式庫 這是他的優點 那byTechName 這個 更是 很明顯 其實 另外還有 現在還有直接可以query 在HTML5裡面可以用 Select by Query 這種寫語法 其實 也能做到 跟JQuery 幾乎差不多的功能 所以 沒有必要一定要用 JQuery 那 所以 這種就 代表說 你需要用Vanilla嗎 當你用了Vanilla 意思是 你不需要用任何東西 OK 所以 在 在原生的方法之下 你只要使用 XML HTTP Request 這個物件 這個是幾乎所有瀏覽器裡面 都會內建的一個物件 這個物件 可以用來做 前後端的通訊 用Adjust的方式 做前後端的通訊 那他的 使用方法就是 先建立一個物件 然後 Open 看你方法是要用 Post 還是用Gate 然後把路徑寫在這裡 然後 設定unready state change OK 然後 接下來 當ready state 是 是的時候 代表已經做完 ready state State State是200的時候 代表是正常返回 然後 這個是 提示說 出現一個視窗說 成功還是釋放 那 這個是用回覆的方式 所以其實 他會先做sand的這一行 做sand的這一行 以這一個例子 他會送一個叫 Banana等於Yellow的訊息 去給後端 Banana是欄位名稱 Yellow是 內容 直 他的直 OK 透過這種 傳送方式 你也可以把訊息傳送給後端 那後端的 處理程式 完全不變 跟表單的做法是一模一樣 因為 因為瀏覽機就是這樣送去集的 所以跟表單的做法是一模一樣 後端的程式是不用變 好 所以呢 如果你用jQuery 你會用前字號這種東西 如果你用原生的 Vanilla 會使用 smlhttp request 那因為這個 smlhttp request 這個詞實在是太長了 我光是要唸 我都覺得很 繞口 所以 後來人家給他一個 剪 剪寫名詞 叫做 SHR 所以你以後看到 SHR就是指他 稍微查一下 SHR 就是 smlhttp request SHR 所以 未來你如果看到這個名詞 記得 他是一個 web的前端物件 好 那如果我們想要了解 完整的 AGS的範例 那我們可以 我 各位不是 不是上課都會看我 這個網站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我早上把這個網站的原始碼 整理了一下 把最新版 弄出來 那所以呢 我就拿他來當範例 那 這個 網站 裡面就有用到 AGS的 技術 那這裡是 其中的前端程式 然後 485% 然後呢 我們 後端的程式碼是在bookserver.js 197 那你可以下載 所以你去 用這個把它Clone下來 Clone下來之後 就可以 在做npm install之後就可以用 那我現在先把 這個 給停掉 好我切到 我切到我的這個npbook 這個是要假 我已經做npm install做完了 所以我不用再做 但是你如果是第一次下載 你要先做npm install 好 我nodebookserver 那我現在沒有 沒有啟動mangoDB所以他會自動污列 資料庫的功能 那我們這個網站不是在3000喔 我是設在8080 OK 8080 就是他 平常看到我的網站內容就是他 好 你這樣點進去 OK 他都跟你在看我的網站內容的時候 一樣 但是有個 事情不一樣 就是 因為 這個網站 有一大堆 資料 如果把連圖片什麼都上傳的話 他光那個 那個 網子的 這些頁面和圖檔 就已經佔很大 這種東西不適合放到 github上面 所以呢 我就 只留下 CCC這個資料夾 有放上去 其他我都沒放 所以如果 你看到 有一些地方 譬如說 你看到 課程的地方 你課程再點進去 在點電子書的時候 你就發現 error 為什麼 因為這個資料夾 火山了 所以 它不存在 所以你現在只是給你看一個樣子 當然你也可以 新增一本書 或之類的 那我們如果要做 編輯的動作 我要先 登錄 那 以這個版本而言 我的密碼 用 CCC1234 這是故意讓各位可以使用的 所以密碼 如果你用CCC1230就可以登錄成功 登錄成功之後呢 如果你想要編輯某個網頁是可以的 你可以在這邊 譬如說 編輯 然後呢 好那存檔成功 檢視 OK 你再重新整理 它這個還是在 OK 所以 當你 這樣子 把這個安裝起來之後基本上 看我的網站你就有了 只是我的資料你沒有完全有 因為資料太多 好 所以 待會你可以仔細的去看這裡 那重要的程式碼片段 就是前後端通訊的部分 其實模式都一樣 那我們 以login這一個函數為例 就是 login這個函數幹嘛呢 就是我 剛剛這個例子 對 當我 這裡 選登錄 選登錄的時候 這個就是login 當我按下登錄的時候 我剛剛不是打 CCC 然後 CCC 1234 當我按下登錄的時候 它就會 採用 agels的方式 傳給 後段 那一段的程式碼 就是 它首先 去取得 users 然後 再取得 passwall 就是 你的 user 帳號名稱和 passwall 然後 透過 agels post 把它丟給 後端去 的login login 這個路徑 那你會發現 點點點點為什麼 因為我現在在這一層 那點點是這一層 再點點才是根目錄 OK 那你會覺得我為什麼不直接寫根目錄就好 會彈性不夠 你這樣寫彈性會很大 所以我 我採用這種模式 所以 agels post 然後 它會送到login 那送到login的時候呢 它就如果是成功 那 那 它就會顯示 登錄成功 那像這邊 就顯示登錄成功 然後呢 它會自動再返回 剛剛 你還沒進去的時候那一頁 那這就是 就是 抱歉我把它關了 就是我們 我們現在是在看前後端通訊的部分 有點慢 變慢 好 那剛剛看到這裡 所以 剛剛那一段 這個就是 透過 agels post 那agels post也是我們自己寫的 而且我們是用原生的 寫吧 所以我 new一個 smlhttp request 然後去 open post 然後 任意的路徑 你剛剛的 這一個例子而言 就是login 然後呢 unready state change 等於 如果不等於4的話 就不處理 等於4的話呢 那 那如果 這isalert是 true的話 就是要 要回應訊息 如果不是 true就不用回應訊息 那最後呼叫callback函數 那這一個是一個 也算是回呼的一個 函數 但是他什麼時候會回呼在 對方傳回的時候才會回呼 所以我先送 送過去 對方接收到 而且傳回的時候才會回呼 這個 所以這個雖然看起來先執行 事實上不是 他是回呼的 他是被回呼 好 那在server端呢 我使用的一樣是core 而且我現在使用的是 Ethinc Await的這種語法 然後呢 我們先去把 他的 傳回來的東西 先pass一下 因為 如果你沒有 沒有使用 bodypass的這種套件的話 你就自己要pass 那自己的pass其實也是呼叫 像cobusboy 這種去pass而已 然後呢 取得 他傳來的訊息 這訊息裡面會有什麼 訊息裡面會有 user passwall 所以 那我們就 我們就看了 如果這個post裡面的passwall 就等於 那個使用者的passwall 就是傳來的那個使用者的passwall 那就代表他的密碼對 密碼對了 我就回應說你登錄成功 那把把這個使用者記住放在session裡面 這session有什麼用 session是 你一旦進來登錄 然後 之後我就記住你 我放在session的時候呢 你未來 這條連線 不斷掉的情況之下 你未來 再傳訊息給我 我還是知道你是那個人 所以你就不用 登錄一次之後要做其他動作 還要再登錄一次 因為他是記住 記住你的 session 就是用來記住對方的 那瀏覽器早期其實是沒有辦法記住對方 所以有很多問題 後來發展出session這種機制 就OK 那所以我只要把他丟到session裡面 我就記住他 那未來他做什麼動作 我就可以直接檢核說 CTS的session的user是不是有存在 如果存在的話就代表他已經登錄過 OK 而且我知道他是誰 好 那這是 這是 用AGS的方式 那如果今天是 登錄失敗 也就是說他密碼不對 密碼不對的話就回應 403 login fail 那其實所謂的200和403一定有人覺得 到底這是什麼東西 這個東西 所謂的200和403這個叫做 Response status Response status code 那這個是規定在HTTP裡面的 他所謂的狀態碼 那這個狀態碼 1開頭的100開頭的 這個 這種 這種 代表 需要繼續處理 這是臨時回應 2開頭的 像200 201之類的 都是 成功 的 的 意思 就是 200 OK是最常用 就是 請求已成功 那 201請求已被實現 其實 很少用到201 幾乎大家都用200 然後呢 3xx 300開頭的是 重新倒下 那400開頭的是 用戶端錯誤 500開頭的是 4無端錯誤 OK 所以你在 使用Core做回應的時候 你要 記住這種 到底 我回應的 那個Status code到底應該 是多少應該要參考這個HTTP狀態碼 去回應 你亂回應當然也可以 但是亂回應 不好 你明明成功你給他回應400 那是不對的 那會造成 造成 你思考上面的問題 人家讀你程式碼也會讀不懂 好 OK 所以呢 剛剛這裡 我們 看到這邊 Agis就看完 所以待會請你去執行 一下 剛剛的這些程式 那 最後這個我們等一下再來看 所以等一下你 基本上應該是去執行 Agis這個範例 那Core這個範例如果上次你執行過你覺得沒問題就不用再執行 但是你最好 仔細看一下它的原詞碼 那 建議各位看 我改過的這個LowToCore的第七課版本 因為那個 語法比較新 那 原本的Core的範例 語法比較舊 它是採用Yield的方式 現在是改用 AsyncWay的方式 所以你去看這個第七課的版本 OK 那 看完之後都沒有問題你就繼續看 Agis 的這個範例 了解一下什麼是JQuery 什麼是Vanilla 然後呢 開始 下載MDBOOK 這個專案開始去執行 先執行一遍你知道怎麼操作之後你才能夠去看程式碼 否則你會看不懂 要看任何程式碼之前你一定要先會用它 用了 你知道它到底是做什麼的 你看程式碼才看得懂 記得安裝完之後還要做NPM install 然後再做 再做那個 Node Book Server 這樣才會啟動 好 那先試試看到這裡 我們待會再來講Socket I.O